叶不凡脸上闪过一抹怒意 丽红英 你还能再卑鄙一些吗 哥哥哥 丽红英又是一阵大笑 似乎对叶不凡的反应很满意 叶不凡 别忘了我们是大江会 在我们眼里只有成功和失败 没有所谓的卑鄙和光明正大 只要能够成功 什么手段 我们都不在乎 叶不凡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怒火说道 说吧 要我去哪谈 这就对了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丽红英说道 你现在就到西城外的渡口来 我会派人去接你 在我去之前 希望你能善待我的学生 不然我会拆了你们大江会 丽红英说道 放心吧 他们对我还有用 所以不会亏待他们的 当然了 前提你能如约前来 如果在天亮之前还见不到你 那你就到江里面 去给他们收尸吧 叶不凡直接挂断了手机 一道丹火 将手机和杨旭燕的尸体 一起化成了灰烬 安以默只是听了的大概 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时间在跟你细讲 是有人绑架了我的学生 要挟我过去跟他们谈判 叶不凡一边说着一边开始换衣服 安以默说道 我也跟你一起去 你还是算了 在家好好休息吧 我跟刀娘子一起过去就可以了 叶不凡说完 在他的脸颊上轻轻一吻 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叫上了刀娘子 两个人一起开车 向着小区外驶去 在江南市西郊外有一座小岛 名叫江星岛 小岛并不太大 白天的时候游客很多 晚上便萧条下来 今天晚上更是一个游客都没有 因为这里被大江会彻底包场了 切断了前来这里的所有渡船 此刻的小岛上明月当空 晚风袭袭 明亮的灯光下 丽红英躺在一张躺椅上 拿着电话沉吟了一下 很快又拨了出去 按照计划开始行动 午夜十分 最江南大酒楼已经打烊 整个酒楼里面一片静悄悄的 欧阳兰居住的房间前 突然出现了四道黑影 为首的一个人来到门前 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奇形怪状的钥匙 巧 敲得插进了锁孔 那人先是用耳朵听了听 随后又调换了一下手法 很快咔哒一声细响 房门被他打开了 几个人动作极为专业 先是迅速闪在旁边 确认房间内没有危险之后 才慢慢地潜了进去 他们捏手捏脚地来到卧室 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大床上 欧阳兰正躺在他床上熟睡 为首的黑衣人来到床前 一只手去抓头发 另一只手去捂欧阳兰的嘴巴 旁边的几个人分别去按四肢 这几个人动作熟练 分工明确 显然做过精心的准备 可得手之后 黑衣人却是神色大变 他左手原本是去抓头发的 结果一下子将头皮扯了下来 右手入手 一片硬邦邦的感觉 这根本就不是活人 原来躺在床上的 只是一个戴着假发的塑料模特 明显他们上当了 而就在这时 房间内的衣柜门一开 高大墙从里面窜了出来 就你们这些王八蛋 还想算计欧阳阿姨 差得远呢 他抬起蒲扇般的大手 一人给了一个掌刀 四个人在他面前 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 怎么可能不加小心 今天在擂台赛之后 他就将欧阳岚 转移到兄弟集团公司总部 让高大墙守在这里 高大墙得手后 摸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叫来几个酒店的保安 将这四个人抬上车 然后开车向着程西驶去 叶不凡走后 安以莫趴在床上 久久不能平静 时而发呆 时而傻笑 像急了一个初恋的小女孩 后来 他努力平复了一下情绪 开始在床上盘膝坐好 按照叶不凡传授的功法 运转真气 巩固修为 调整自己的身体 过了一会儿 在真气的滋养下 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许多 特殊部位 也不再像之前那样难受 而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一阵细微的响动 虽然声音很小 普通人根本都听不到 但他现在可是 玄阶大圆满的修为 六十极为敏锐 将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 叶不凡带着刀娘子走了 秦楚楚今天晚上加班不回来 整个别墅里面只有他一个人 这个时候有人前进来 不用说也是别有用心 再加上刚刚经历了杨 虚艳的刺杀 安以墨一下子警觉起来 不过他并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翘无声息地躺在床上 用被子将自己盖好 过了一会 房门被人轻轻打开 紧接着 三个黑衣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们似乎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 知道别墅里面 只剩下这么一个女人 为首的一个人 竟然直接将房间的灯打开了 安以墨摆出一副 刚刚发现几个人的神情 像一只受惊的小鸟般说道 你们是谁 你们要干什么 谁让你们进来的 为首的是个身材高瘦的中年人 看着安以墨美貌的容颜 他不由咋舌说道 这小娘们长得还真漂亮 便宜了信业的那个小子 旁边一个神情猥琐的小个子说道 大哥 要不咱们搁几个先爽一爽 然后再把他带回去 高瘦中年人神色一变 说什么呢 你忘了大小姐的手段 如果耽误了小姐的证实 到时候非把你剁碎了 扔到江里去喂鱼 听到大小姐三个字 小个子脸上 闪过一抹畏惧的神色 善善地不再说话 小丫头 跟我们走一趟 只要你乖乖地听话 我们也不为难你 中年人说着 摸出一副手铐 向着安以墨走了过去 不要想着反抗 那样只能自讨苦吃 安以墨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以自己现在的修为 虽然还没有去练习招式 但收拾眼前这几个人 是绰绰有余的 开始的时候 他想一巴掌将几个人拍死 可后来又打消了这个想法 这些人来抓自己 明摆着 就是冲着叶不凡来的 是想拿自己当做人质要挟的 既然这样 不如将计就计 跟他们一起过去 或许还能给自己男人帮些忙 想到这里 楚楚可怜地说道 这位大哥 我可以听你的 但你千万不要伤害我 放心吧 只要你乖乖地跟我们走 没人会伤害你的 中年人多少有些意外 事情显然比预想的还要顺利 他用手铐 将安以墨铐了起来 对于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女人 他确实没有太多的戒心 直接带着离开了别墅 别墅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 四个人上了车 向着江南市的西郊开去 叶不凡两个人开车 来到江边渡口 到这里的时候 看到一艘快艇 已经挡在那里 快艇上站着一个五六十岁的老汉 看到他们两人之后问道 是叶先生吗 叶不凡点了点头 是我 跟我走吧 叶不凡两个人 毫不犹豫地跳了上去 老汉说着 发动了快艇 向着江星岛的方向开去 大约二十几分钟后 他们来到江星岛 此刻丽红英 正坐在岛上的一张长椅上 一边品着红酒 一边吃着牛排 而海明子等人 就在他身后捆绑着 有十几个黑衣人看押 叶不凡轻轻移 纵跳上了小岛 到娘子紧随其后 看到他之后 丽红英放下手中的酒杯 脸上绽放出和善的笑意 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 丝毫看不出 双方是对立的敌人 叶先生 你终于来了 丽红英站起身说道 其实我把你找来 只是想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并没有别的意思 叶不凡走到他面前 拉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神情淡然地说道 丽大小剑 你想请我来就直说 拿我的学生做要挟 这种请人的方式 好像没什么诚意啊 我这不是迫不得已吗 如果不是 把他们请来的话 叶先生也不会来 丽红英说着 对身后一摆手 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们都放了 那些黑衣人得到命令 立即解开了海明子 他们身上的绳子 并撤掉了嘴里的毛巾 把他们放了出来 叶老师 您来了 众人获得自由后 立即欢天喜地地 跑到叶不凡身边 没想到叶老师会来救自己 丽红英笑道 怎么样叶先生 现在我是不是有诚意了 你们先在旁边休息 等我谈完了再说 叶不凡对唐明等人摆了摆手 回过头来说道 丽大小剑 你兴师动重地把我请到这里 不知有什么要谈的 丽红英说道 叶先生 虽然认识时间不长 但是我看出来 你是个人才 而我们大江会 现在最缺少的就是人才 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 立即就给你一个堂主的职位 你觉得怎么样 他确实看中了叶不凡 医术高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身手深不可测 身边还有刀娘子这种跟班 这种人 如果能够拉进大江会 自己绝对是大功一件 正因为这样 他开口便抛出了 仅次于自己的职位 叶不凡摇了摇头说道 我这人没什么野心 只是个小医生 对什么堂主不感兴趣 别这么急着拒绝 条件都是谈出来的 丽红英显然没有放弃的打算 又说道 只要叶先生愿意加入我们大江会 我把副会长的位置 让给你来做 怎么样 这个条件有诚意吧 立大小剑 我想你是误会了 都说了 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别说副会长 就是让我做会长也不去 丽红英说道 叶先生 我想你是对我们大江会不够了解 实话跟你说 这些年 我父亲一直在海外发展 大江会也是得到各方朋友的相助 如日中天 资产近百亿 只要你担任了副会长 就会拥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叶不凡笑道 立大小剑 你对我同样也不了解 难道你没听说 我是兄弟集团的董事长 另外还有秦氏珠宝公司的股份 旗下还有一家酒楼 和一家地产公司 实话说 我比你有钱 干嘛要跑去给你们打工 这 听了这番话 立红英确实有些意外 大江会的根基不在江南市 这次的目标也没有叶不凡 所以对他了解的并不太多 在之前的印象当中 叶不凡应该跟费粮一样 是为钱才给江南五道协会帮忙的 没想到人家这么有钱 不过很快 只要你不参与大江会跟江南五道协会之间的争斗 咱们之间的过往 就算一笔勾销 我保证不再找你的麻烦 叶不凡细血地一笑 立大小剑 你是不是搞错了 刚刚你才派杀手去要我的命 现在就想一笔勾销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你当我叶某人是尼菩萨吗 现在不是你找我的麻烦 而是我要跟你算账 立红英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 神情立即沉了下来 叶不凡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虽然你有几分本事 但我们大江会绝对不是 你能招惹得起的 识趣一点 咱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 如果不识趣的话 后果你承担不起 叶不凡依旧面带笑意 我这人向来不喜欢被人威胁 我倒想看看 能有什么后果 你 立红英想要发 可看了一眼虎视眈眈的刀娘子 可最终又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叶不凡 原本你就跟江南五道协会 没有太深的关系 何必要趟这趟浑水呢 只要你答应 不帮助江南五道协会 条件随便你开 不论是金钱还是美女 我们大江会一定会满足你 叶不凡细血地一笑 我这人向来不在乎钱财 但对美女感兴趣 只可惜 你长得太丑了 要是漂亮一点的话 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 但现在没有那种可能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喜欢听到别人说自己丑 即便自己长得真的很丑 立红英啪的一拍桌子 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满脸怒气地说道 叶不凡 你确定要跟我们大江会为敌 叶不凡依旧坐在那里 神情淡然地看着她说道 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你刚派了一个杀手来杀我 难道还要我跪 天 你 立红英忽然神色一变 又重新坐了回去 姓叶的 是不是以为我把这些学生 放了就没事了 你把我立红英想得太简单了 叶不凡玩味地说道 哦 那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手段吗 拿出来看一看 立红英说道 我之所以把这些学生还给你 是因为手里有着更重要的筹码 告诉你 就在你出来那一刻 我的人已经对你母亲 和你的女人动手了 她说的是实话 之所以放了海明子等人 是因为觉得 这些人不足以要挟叶不凡 反正自己已经把欧阳兰 跟安乙默抓到手里 还不如用这些人 显示一下诚意 现在谈判失败 也就没有再藏着的必要了 叶不凡眉毛跳了跳 早就听人说 大江会行事龌龊 今天我算是真的见识到了 立红英说道 废话少说 只要你答应 不参加明天我们跟江南武 道协会的擂台赛 我就保证 你母亲和女人没事 不然的话 我们大江会向来 你自己去想 叶不凡说道 不得不说 你这个威胁对我很有效 但前提是 能让我相信 你说的是真的 不信是吗 马上他们就该回来了 立红英刚刚说完 江面上突然传来一阵马达声 紧接着一艘快艇 向着这边急驰而来 众人一起向船上看去 立红英远远地看到 站在船头的 正是自己的手下孙伟 跟另外几个跟班 不由一脸得意地说道 怎么样叶先生 现在服气了吗 叶不凡冷笑道 立大小剑 你是不是喝多了 真不知道 你让我服气什么 你 立红英神色一变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船上虽然有自己的人 却没有看见欧阳兰的影子 难道说任务失败了 这时快艇越来越近 他赫然发现 孙伟几个人 竟被捆得结结实实 而在他们身后 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大汗 此刻快艇来到江星岛 停好之后 高大墙如同扔沙包一般 将这些人全部扔到岸上 然后跳了下来 叶不凡细血地说道 大小剑 做人质的 好像是你的人吧 立红英脸色铁青 没想到孙伟这么废物 不但欧阳兰没抓到 自己还成了人家的俘虏 这时高大墙将四个人 带到叶不凡的面前 这四个王八蛋 去找欧阳阿姨的麻烦 被我抓过来了 你看怎么处理 叶不凡神色一沉 对着身后的刀娘子 摆了摆手 大江会这些人手段卑劣 先是绑架了自己的学生 现在又对自己老妈动手 对于这种人 他自然不会再有任何客气 刀娘子提着双刀走了过去 刀忙闪过 一瞬间 四个人便全被切断了手筋脚筋 即便以后重新接好 也只能做个普通人 再也无法作恶了 立红英神色大变 怒道 信业的 你是不是太嚣张了 虽然你母亲没事 但你女人可是在我的手里 似乎为了验证他所说 江面上又是一阵马达声响起 一艘快艇急速驶了过来 站在船头的 赫然是安以墨 跟在身后的是 大江会的孙丰 和另外两个跟班 立红英这次学乖了 并没有急着说话 等快艇越来越近 确定安以墨 确实在自己的人手里 这才得意地说道 叶不凡 看到了没有 安以墨已经被我的人抓回来了 这下所有人的神情都变了 包括刀娘子 神情都变得有些沉重 纵然他的身手再高 但如果对方有人质的话 避免不了要投手忌器 只有 叶不凡依旧云淡风轻 他看着立红英说道 有些事情 你看到的 也不一定是真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还是我找人假扮的不成 立红英没明白 叶不凡话语中的用意 这时快艇停靠 孙风压着安以墨 从船上走了下来 他将人带到自己这边 一脸得意地说道 大小姐 我把人带回来了 立红英说道 姓叶的 这回你 还有何话说 看看这是不是你的女人 要不要我把她的衣服扒光 好好辨认一下 这女人心机深沉 说话的时候 让自己的人将安以墨团团围住 生怕对方会动手抢人 毕竟无论刀娘子还是叶不凡 两个人可都是顶尖高手 叶不凡看向安以墨说道 让你在家里好好休息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安以墨也没有任何 作为人质的紧张 神态亲密地说道 人家不是怕你 这里有危险吗 就过来看看 能不能帮帮忙 两个人的对话 把其他人听得莫名其妙 这是什么意思 搞得好像安以墨 自己愿意过来似的 立红英沉着脸说道 叶不凡 不要废话了 你到底答不答应我的条件 如果不答应 我现在就让人当众 把你的女人扒光 叶不凡也就没有理会她 对安以墨说道 行了 过来吧 不要再玩了 孙丰没有参加今天的擂台赛 也没有见识过叶不凡的身手 自然不知道对方的厉害 这家伙跳出来叫道 小子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他是老子抓来的俘虏 你以为是在做游戏 可还没等他说完 就惊叉地看到 安以墨双手一抖 那金刚打造的手铐 竟然犹如纸壶的一般 碎成无数段 丝毫起不到半点的阻拦作用 这 不但是他 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 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娇滴滴的美女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力气 丽红英的反应还是很快的 这个女人立即叫道 抓住她 千万不要让她跑了 她现在就这么一个人质 也是谈判的最后筹码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安以墨跑掉 旁边的 手下听到叫喊声 立即扑了过来 安以墨刚刚达到 玄阶大圆满的境界 还没有修炼任何招式 只是本能的两只手往外一挥 即便这样 强大的劲气 也不是那些人能够承受的 顿时犹如蝴蝶一般 被震得倒飞出去 一个个大口大口地吐血 孙风更是凄惨 混乱当中 被安以墨一掌拍到胸口 整个胸口全部塌陷进去 犹如破麻袋一般 飞出十几米远 落在地上生死不知 丽红英大惊失色 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 身形一动 便来到安以墨身后 一掌拍了出去 由于事发突然 安以墨又不会任何招式 被这一掌结结实实地 打在后背上 看到这一幕刀娘子等人的心 都提了起来 可是随后的场景 又让人目瞪口呆 被打得安以墨纹丝未动 而立红英被震得 向后飞出去七八米 砰的一声 撞在了一棵大树上 虽然是偷袭 虽然得手了 但两人之间的 修为差距实在是太大 一个只是玄阶初七 而另外一个 是玄阶大圆满 这种情况下 安以墨自然不会受伤 吃亏的反而是立红英 就感觉胸口内 一阵气血翻腾 一口老血 差点没喷出来 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他现在算是明白了 怪不得叶不凡 刚刚说别玩了 原来人家 根本就不是被绑来的 而是假扮人之逗他们玩 同时他心中也无比惊骇 怎么叶不凡身边的女人 一个个都是怪物 那个刀娘子厉害到极致 也就算了 怎么安以墨 也有这么高的修为 最关键他动手之前 做过详细的了解 叶不凡的诸多女人当中 司马威的修为最高 秦楚楚身边保镖众多 贺双双本身是个舞者 还是重案组的副队长 自然也不方便动手 正因为这样 最后将目标 定在了安以墨的身上 以为这只是 一个普通的职场女性 可没想到 比任何人的修为都高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半猪吃虎 不仅仅是丽红英 就连刀娘子都震惊不已 就在刚刚安以墨下班的时候 还是脚步轻浮 气息紊乱 没有任何内功的底子 怎么突然之间 拥有了如此深厚的修为 难道说 又是主人创造的奇迹 叶不凡迈步走向丽红英 丽大小剑 现在是不是该轮到我了 看在你是个女人的份上 我也不想跟你计较太多 只要自费丹田 今天的事情就算了 想让我自费丹田 你做梦 丽红英叫道 姓叶的 你以为我们大江 会只有这点实力吗 叶不凡倒不急着动手 看向他说道 这么说 你还有隐藏的实力 那当然 我们大江会实力之雄厚 远不是你能想象的 丽红英说道 本来江南市对我们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我们大江会的目标是 彻底掌控整个江南省 所以一直在隐藏实力 不过现在 你接二连三地打乱我的计划 逼我们出手 那就怪不得别人了 他说完 摸出一只信号烟花 啪的一声射向半空 烟花璀璨 看起来非常漂亮 紧接着湖面上 传来一声长笑 大小剑 我铁掌水上飘来了 大家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一个身穿白衣的长发男子 踏浪而来 月光的照射下 这人的白衣 看起来极为骚包 再加上长发飘飘 看起来颇有一种 仙人下凡的感觉 最关键的是 这家伙没有乘坐任何船只 一脚一脚地踩在水面上 却犹如脚踏实地一般 速度极快地向这边走来 我靠 这家伙也太厉害一点吧 吴子豪等人 顿时发出一声惊呼 这种水上飘的功夫 以往只有在影视剧中才有 没想到今天亲眼见到了 看到这家伙骚包的出场模式 叶不凡嘴角不由泛起一抹冷笑 这种踏浪而行的功夫 完全就是一种 华而不实的法门 看起来很牛叉 其实对于玄界舞者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如果自己愿意 不要说踏浪而行 就是在江面上睡觉都可以 感受到众人震惊的神情 丽红英一脸得意地说道 这位是我们大江会的大长老 铁掌水上飘逢四海 这时逢四海 似乎听到了岛上的话语声 再次长笑道 有我铁掌水上飘在 谁敢与大江会为敌 这家伙还真能装 不给你点颜色 还要上天了 叶不凡左手抓起 桌上的一个钢盘 右手拿起那只红酒的酒瓶子 只听当的一声 酒瓶撞击在钢盘上 丽红英叫道 叶不凡 你要干什么 没什么 敲着玩 叶不凡说着 手中的酒瓶 又是一下敲在钢盘上 哆 响亮的敲击声响彻夜空 这声音在别人耳中 听起来不算什么 但听在冯四海的耳中 却犹如惊雷一般 最让他惊骇的是 每一次敲击 都是在他就立江去 心力未生的结果眼上 紧紧敲了两下 便让他的真气开始紊乱 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这家伙有些慌了 但人在水面上 又没有任何办法 可想 就在这时 第三声敲击声传来 冯四海再也扛不住了 真气彻底变得混乱不堪 不要说在水上行走 就是站都站不住 扑通一声掉进水里 救 救 救命啊 冯四海掉进水里之后 拼命地挣扎起来 岛上的人们刚开始震惊于 他怎么突然掉进水里 随后发现 这家伙竟然不会游泳 我靠 太搞笑了吧 练水上飘的人竟然不会游泳 这很正常啊 可能他觉得自己一直能飘着 根本用不着学游泳 看他烟成那个样子 铁掌水上飘变成海底捞了 唐明等人眼见着这家伙掉进水里 兴奋地讨论起来 丽红英却是彻底慌了 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这让他感觉脸上无光 但对方毕竟是大江会的长老 总不能眼看着被淹死 他赶忙对身边的人说道 赶快救人 立即有两个水性好的手下 跳进了江里 好在冯四海距离江心岛已经不远了 很快两个人将他捞起来 带到了岛上 不过相比于之前风骚无比的模样 此刻的冯四海看起来凄惨无比 一头飘飘的长发 已经变成一柳一柳的 上面还挂满了水草 最搞笑的是 有一只河蟹死死地牵住他的头发 无论如何都不肯松开钳子 仿佛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 上岸后 他的肚子高高隆起 看样子 刚刚是没少喝水 有两个大江汇的手下 在他的肚子上按了两下 冯四海立即稀里哗啦地吐了个痛快 在他吐出的江水里面 竟然还有两条小鱼 落在地上不停地跳跃着 唐明立即惊叫道 我靠 这是真功夫啊 大江汇的长老果然不一般 不过 你这绰号明显不合适 别叫铁场水上飘了 叫铁场海底捞吧 无子豪笑道 这喝水的功夫确实到家了 谁也逼不了 谁敢侮辱我大江汇 看老娘不切了你的舌头 随着一声怒吓 两道流光电闪而至 射向了无子豪和唐明的嘴巴 唐明大惊失色 他的修为刚刚达到黄街初期 对于如此快的飞刀 根本没有躲闪的能力 无子豪更不用说 他只是个普通人 甚至都没有觉察 飞刀便已经到了眼前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叶不凡一抬手手中的钢盆和酒瓶飞了出来 将两把飞刀击落 唐明和无子豪倒吸了一口冷气 刚刚在鬼门关针转了一圈 要不是叶老师出手及时 恐怕此刻已经被射穿了喉咙 众人顺着飞刀飞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神态妖艳的女人走了过来 这女人浓装艳抹 体态妖娆 身上穿着一件大红色的长裙 胸口开得特别低 露出大片白花花的皮肉 如果不是刚刚看到他飞刀的威力 还真以为这是一个战监女 他看了一眼叶不凡声音娇媚地说道 小弟弟 身手不错呀 竟然连我的飞刀都能挡住 叶不凡说道 作为一个玄阶高手 对普通人下手不说 竟然还出手偷袭 还要不要脸了 小弟弟 人家可是女人 做什么都是可以原谅的 那女人没有任何愧疚的神色 咯咯地笑了几声 又对叶不凡抛了一个媚眼 看起来长得还蛮帅的 就是不知道在床上的功夫怎么样 要不现在就陪姐姐去玩一玩 他嘴里这样说着 神情就像跟情人打情骂靠 可是突然间双手一抬 接连三道流光 向着叶不凡的面门和胸口射 去 这女人便连比翻书速度还快 而且出手的速度更快 其他人甚至连惊呼的时间都没有 手中的几只金镖便已经射了出来 牵手观音和快手 大江会的二长老 平时向来以阴险狡诈而著称 曾经有无数的高手 倒在他的暗器偷袭之下 只可惜 他今天遇到了叶不凡 就在出现的那一刻 浑身上下便已经被扫视个通透 哪里有飞镖 哪里有锈键 哪里有飞针 身上有多少暗器都一清二楚 而且 在神识之下 那些快如闪电的飞镖 也慢得犹如动作慢放一般 根本无法造成任何威胁 他双手出手如电 犹如蝴蝶穿花 当众人看清楚的时候 已经将和快手射出来的五只飞镖 拿在掌心把玩 叶老师威武 叶老师太厉害了 唐明等人纷纷发出喝彩声 对叶不凡的身手钦佩不已 和快手先是吃了一惊 随后吃笑道 竟然能将我和快手的飞镖接住 小弟弟 姐姐果然没看错你 身手不错 可是男人太快了 她的挑逗 相反语气细血地说道 叫这个名字不去做直播 实在是可惜了 虽然你长得丑了一点 但只要表演得好一天 也能赚个百八十块 实在不行 也可以去做扒手 以你的速度 一天偷几个钱包 应该不是问题 总之 做什么 也比你在大江会做个没出息的 长老强得多 和快手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以往是凡有人见到自己 都如臂蛇蟹 哪有人敢拿自己的名字 当成笑饼 可很快她又笑了起来 小弟弟 让你说的 人家都心动啊 你帮姐姐看一下 我这个手法 如果做直播 能赚多少钱 说完之后 她整个人腾空而起 由上下 两只手的速度 更是快得不可思议 无数的飞镖 飞针 锈剑等暗器 犹如下雨一般 向着叶不凡照了下来 漫天花雨 和快手的成名绝技 之所以被称为千手观音 就因为这手绝活 实在是太厉害了 仿佛有一千只手一般 普通人不要说接招 就是连看清 处的能力都没有 只可惜 今天遇到的是叶不凡 无孔不入的神识 超高的伸手 注定是暗器的克星 叮叮当当的声音 不绝于耳 当众人再次将目光 聚拢在他身上的时候 那只被丢掉的钢盘 不知什么时候 又回到了手里 里面装满了 大大小小的暗器 这下所有人都惊呆了 特别是和快手 自从他出道 在漫天花雨的暗器手法之下 从来没人能活下来 眼前的男人 绝对是第一个 叶不凡左手拿着托盘 右手从里面 捡出一只飞镖 敲了敲说道 你这用料不行了 实在是太小气了 人家都说金镖 你这用废铁做的算怎么回事 小子 既然你对和长老的金镖不满意 那你看看 我的金刀怎么样 不知什么时候 一个身材干瘦的中年人 已经来到了人群外 这人穿着普通 就像的农民工一般 只是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凌厉的刀器 让人丝毫不敢小事 大江会的三长老 快手金刀马公 话音一落 马公凌空跃起 掌心已经多了一把金色的长刀 刀光闪动 璀璨无比 漫天的金光 瞬间将叶不凡淹没 既然你喜欢 拿去好了 叶不凡将手中的钢盘一甩 里面装着的暗器 瞬间又倒飞而出 那效果 竟然丝毫不逊于 刚刚的漫天花语 啊 马公显然大大出乎预料之外 没想到叶不凡会给他来这一手 再也顾不得炫耀自己的刀法 赶忙收回手中的金刀 不停地拨打暗器 叮叮当当的一阵响声之后 暗器虽然勉强接了下来 但是他整个人被逼到十几米开外 何快手娇笑道 小兄弟偷学得很快啊 只可惜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没有什么效果 叶不凡微微一笑 对着马公的方向叫道 掉 几乎他的话音刚落 马公的腰带瞬间断成两截 腰间的裤子呼地掉了下来 露出一条大红色的内裤 原来刚刚漫天的暗器当中 已经有一只飞镖将他的腰带射断 我靠 没想到大江会的长老 还有特殊癖好 爱穿红内裤 难道是为了辟邪吗 好恶心 一个大男人穿红内裤 这不是变态吗 行了 这就不错了 或许里面还有一个粉红色的这字裤呢 看到自己老师大展神威 两年五班的学生们都兴奋无比 纷纷对红色的裤头品头论足 已经将刚刚被绑架的郁闷发泄得一干二净 何快手的神色变得无比难看 马公的刀法 他是非常清楚的 连自己都做不到这一点 马公更是尴尬无比 一张老脸仗成了朱干色 一把将裤子提起来 从旁边的手下那里 要过一根腰带 将裤子重新扎好 叶不凡扫视了眼前的三大长老一眼 冷声说道 看在你们修炼不义的份上 给你们一个最后的机会 赶快滚 不然等一下就来不及了 虚张声势 我们大江会的三大长老是何等人物 哪会被你这些吓三滥的手段吓住 丽红英知道是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 丽声喝道 他就算有些本事也只有一个人 大家一起动手 他已经看出来了 如果单打独斗他手下这些人 恐怕没有一个是叶不凡的对手 即便是三大长老也不行 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起出手 以乱取胜 叶不凡和刀娘子 就算再厉害 也护不住这么多人 只要自己抓几个 人质在手 就有了重新谈判的资本 其他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得到命令之后 一涌而上 将叶不凡等人团团围在正中 小子 让你刚刚因我 老子非把你拍成肉泥不可 大长老冯四海 此刻已经从溺水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他知道自己刚刚掉进江中 完全就是 眼前这个年轻人搞鬼 此刻将满腔怒火 都对准了叶不凡 这家伙能够成为大江会的大长老 一身修为 已经达到了玄阶后期的境界 而且他有两项绝技 一是水上飘的轻功 另外一个便是铁沙掌 合在一起 被称为铁掌水上飘 此刻他凌空跃起 犹如一只大鸟一般 两只铁掌狠狠地 砸向叶不凡的面门 铁沙掌 在华夏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 在影视剧当中更是经常见到 但如果想修炼到极致 却是极不容易 在修炼之初 每天要用两只手掌 在铁沙中击打 配合独特的修炼内功方法 修炼之后 再以特殊的药物 轻泡双手 强筋撞骨 等小成之后 便开始将铁沙炒热 两只手掌不停在火红的铁沙中磨炼 这样炼成的铁沙掌 不但坚硬无比 而且具有极其强烈的灼热气息 冯四海的铁沙掌 显然已经达到了大成的境界 两只手比普通人要大上许多 厚实无比 犹如两块黑漆漆的铁块 而且刚刚打出 空气立即如同被点燃了一般 散发出灼热的气浪 与此同时 双方混站在一起 高娘子对快手金刀马弓 高大强对千手观音和快手 安以莫将海明子等人护在身后 他虽然还没有修炼具体的招式 但修为高深 对付大将会冲上来这些人 还是绰绰有余 唐明藏在他的身后 时不时地搞一个偷袭 两个人配合之下 倒是相得一张 丽红英等人虽然着急 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叶不凡面对冯四海的一对铁掌 丝毫没有要躲闪的意思 同样打出两掌赢了上去 铁沙掌虽然厉害 但在混沌真气这种上乘功法面前 占不到任何优势 两个人的双掌对碰在一起 只听砰的一声 顿时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 向后飞出 而叶不凡却纹丝未动 冯四海大惊失色 没想到 对方竟然强悍到这种程度 这一掌阵的他内腹灼热 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 他所不知道的是 刚刚叶不凡只是随意测试了 一下自己的修为 仅仅用出两成的功力 如果拿出全部实力的话 恐怕这一下 就已经要了他的老命 叶不凡双手赋后 看着他说道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跑还来得及 别做梦啊 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冯四海虽然意识到 对方比自己强大 但自己无论如何 也是成名多年的高手 大江会的大长老 总不能被两句话便吓跑了 最主要 他心中还有所倚仗 以为对方只有叶不凡一个高手 只要自己能够拖延时间 等和快手和马攻解决了自己的 对手就能过来援手 到时候 即便对方的修为再高 也不可能抵挡三大长老联手 但事实上他想错了 另外两个人不可能给他支援 而他也无法做到拖延时间 当他再次打出两只铁掌的时候 叶不凡没有跟他硬拼 而是伸出一根食指刺了出去 冯四海脸上闪过一抹喜色 自己虽然修为不如对方 但铁沙掌从小修炼 坚硬如铁 根本就不是对方一根小手指能够抗衡的 立即就会被打得金断骨折 想到这里 他运足了功力 狠狠地砸了过去 但预想中的金断骨折没有出现 相反自己的掌心 传来一阵锥心的刺痛 啊 冯四海发出一声惨叫 麻木了许多 从没有像今天这般疼痛 低头一看 只见两只手掌掌心的劳工学 多出了一个透明的窟窿 鲜血正在疯狂地涌出 他从小修炼铁沙掌 此刻劳工学被破 一声的修为都被废了 啊 你敢废了我的修为 此刻的冯四海 已经进入疯癫状态 全然忘了自己 已经被废掉了修为 疯狂地向着叶不凡扑了过来 叶不凡皱眉 这家伙还真是不知死活 抬腿一脚 又踹在了他的小腹上 顿时丹田碎裂 冯四海飞出去十几米 扑通一声摔落在地 彻底成了一个废人 而另外一边 被他抱以厚望的两个同伴 也是岌岌可危 牵手观音和快手 对阵的是高大强 交手之后 他立即拿出自己压箱点的绝活 两只手接连 回出十只飞镖 从不同的方位 射向高大强 在他看来 这种高超的暗器手法 对面这个大个子 无论如何是无法躲闪的 毕竟不可能每个人 都有叶不凡那种变态的身手 眼见着飞镖 距离高大强越来越近 而对方连半点反应都没有做出 他的嘴角不由泛起一抹笑意 看来相比之下 这个傻大个儿 还是太弱了 但很快 他猛然又瞪大了眼睛 只见那十只飞镖 尽数射在高大强的身上 却如同射中了铜墙铁壁 在发出叮叮当当的 金铁骄鸣声之后 全部落在地上 而眼前的大个子除了一 伏被射出十个孔洞之外 身体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何快手可不认为 自己的飞镖不够锋利 要知道平时练习的时候 可是每一镖都能穿透 一厘米厚的钢板 高大强嘿嘿一笑 小凡说的没错 你这些破铜烂铁 一点作用都没有 何快手脸色一沉 随后一只铁筒出现在掌心 这是压箱底儿的暗器 暴雨梨花针 这种暗器是由特殊方式打造 由击阔击发 一旦发射之后 威力极强 足以穿金碎石 一般来说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会使用这种暗器的 面对越来越近的高大强 和快手在暴雨梨花针 后面的击阔上一按 只听咔嚓一声 无数的飞针 如同暴雨狂风一般 向着高大强射去 暴雨梨花针 在暗器排行榜上 绝对是前十的存在 威力无比 如果换作其他人 即便伸手再高 也很难全部躲避 而且这些钢针上面 都会有烈性麻药 只要射中一根 就足以让对方 瞬间失去战斗能力 但高大强注定不是普通人 作为玄阶大圆满级别的 炼体修士 他完全就是暗器的克星 这些钢针 根本无法对他构成半点威胁 在射中皮肤后 纷纷掉落在地 而他此刻已经到了 和快手面前 伸出菩萨般的大手 一把将暴雨梨花针的针筒 抓在手里 瞬间团成了一个铁球 啊 和快手最大的依仗 就是自己出神入化的暗器 一旦被对方近身 战斗力瞬间降低到谷底 最关键眼前的大个子 实在是太可怕了 完全就是一个 刀枪不入的移动巨人 他想不明白 叶不凡身边 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怪物 而高大强 显然不给他思考的机会 此刻硕大的拳头 带着排山倒海般的气势 已经砸到面前 和快手反应也是极快 整个人凌空跃起 双脚向着高大拳的拳头踢去 砰的一声闷响 拳头和两只脚掌对碰在一起 他顿时犹如发射的人间大炮一般 原来这个女人狡猾无比 确定自己不是对手后立即选择逃走 毫不拖泥带水 也正因为这样保住了一条性命 而另外一边 马公跟刀娘子对阵 你这个女人 听说是你废掉了我弟弟马倾 刀娘子戴着面纱 看不出任何神情 声音冰冷地说道 如果你不赶快滚 下一个就是你 臭娘们 竟然敢对我弟弟动手 老子今天飞切断了你的手筋脚筋 把你卖到非洲去 马公是马倾的亲哥哥 兄弟两个人 在刀法方面都有极深的噪音 原本得知弟弟被彻底废掉了四肢 他想发泄一下心中的怒火 可没想到 这句话刚好戳到了刀娘子的痛处 还没等他说完 眼前刀光乍起 刀娘子的龙凤双刀 瞬间将他整个人淹没 马公听到弟弟被废 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甚至都没打听好 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只知道 是个戴着面纱的女人 此刻感受到刀娘子的刀法之灵力 顿时心中大惊 难怪弟弟会被这女人废掉 自己也不是对方的对手 他的修为仅仅是玄阶后期 相比于玄阶大圆满的刀娘子 还是差了许多 在刀法方面 刀娘子得到叶不凡的点拨 刀法一日千里 更不是他能比拟的 马公拔出金刀 拼了命地抵抗 奈何根本抵挡不住 无孔不入的刀芒 片刻之后 两人分开 马公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几秒后 咽喉处渗出一条血线 刀娘子这一刀看起来不重 但却恰到好处地 切开了她的喉管 马公在那里站了片刻之后 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气息全无 仅仅一两分钟的时间 大将会三大长老 一死 一废 一逃 这一下正在围攻海明子等人的 那些大将会成员 顿时大惊失色 三大长老在他们心中 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却这样容易便被人家解决了 这一仗还怎么打 稍微停滞了一下之后 这些人四散奔逃 丽红英知道大势已去 也想逃走 却被刀娘子拦住了去路 叶不凡来到她面前 说道 早就给了你选择 何必多此一举 丽红英色力内人的叫道 你要敢动我 大将会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白痴 叶不凡懒得跟着女人废话 一脚踢在她的小腹上 强横的真气 瞬间将丹田摧毁 啊 丽红英被踢出去七八米远 感受到丹田内的真气狂泻而出 顿时声音淒厉地叫道 叶不凡 你等着 大将会是不会放过你的 叶不凡眼中寒忙一闪 你要再有一个字的废话 我现在就杀了你 呜 感受到她的杀气 丽红英赶忙闭住了嘴巴 在两个手下的搀扶下 跌跌撞撞地跑向岸边的一艘游艇 此刻她心中已经恨透了叶不凡 原本这次江南之行无比顺利 眼见着就要轻而易举地拿下江南武道协会 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成咬金 不但功亏一篑 还赔上了三大长老和一个影子刺客杨虚艳 即便大将会强大 这个损失也是伤筋动骨了 叶不凡处理掉马公的尸体 然后带着众人也返回了对岸 上岸后 海明子说道 叶老师 跟我们一起回学校吧 大家都不想离开你 唐明更是双眼放光 他今天算是亲眼见识到了叶爷的威势 是啊叶老师 回来做我们的班主任吧 我要跟你学功夫 叶不凡抬手在他的脑袋上拍了一巴掌 哪个班主任是教武刀的 面对学生们一脸渴望的目光 他说道 有些事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原本我也不是你们学校的老师 好好回去学习吧 不要因为我受什么影响 说完他带着刀娘子 安乙墨和高大强上车离开 没了大将会的威胁 这些人的安全根本用不着担心 他们不去祸害别人就不错了 剩下的这些人面面相去 艾美丽说道 叶老师不跟我们回去怎么办 朱明宇说道 其实这也很正常 你们想的太简单了 叶老师是被赶出来的 如果不是校长亲自来请 又怎么可能会回去 吴子豪说道 你的意思是 叶老师还有回去的希望 朱明宇说道 那当然 只要我们给学校足够的压力 到时候 校长会亲自把他请回去的 海明子说道 说得没错 明天 我们必须把力度提上去 让学校 真正感受到压力 与此同时 江南外语培训学校后山的小树林内 十几道黑影聚集在这里 我们的人都到齐了吗 说话的是一个光头大汉 身高差不多有两米左右 浑身上下都是钢胶铁柱一般的肌肉 他是M国X战队的队长霍顿 就在刚刚X战队的四支小队 已经全部到齐在这里集结 由于他们这些人都是机械改造人 身上隐藏着不同的武器 所以 潜入华夏的时候很麻烦 时间也拖得久了一些 旁边一个满脑袋 小辫子的黑人说道 队长 已经到齐了 他是第一小队的小队长 古利特 第二小队的小队长杰拉德说道 队长 我们抓紧时间动手吧 一定要让那些可恶的华夏人 见识一下 我们X战队的厉害 他跟死去的第五小队队长 金丝两个人关系极好 所以急着 要为自己的好友报仇 第三小队的队长凯特说道 是啊队长 以往华夏人总吹嘘 他们的功夫有多厉害 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社会了 现在就应该 让那些愚昧无知的华夏人 见识一下 在我们高科技面前 他们所谓的华夏功夫 屁都不是 第四小队的小队长 坎通纳说道 我也同意 现在我们X战队人员齐备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浮云 我们就应该漂漂亮亮地 完成这次任务 让那些华夏人好好看一看 作为X战队的机械改造人 他们每一个人 都沉浸于自己的强大当中 狂傲无比 丝毫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霍顿点了点头 说的没错 我们X战队第一次到华夏执行任务 就应该打出自己的威风 目标已经锁定 就在女生一号楼 我们现在就去光明正大地 把她抢出来 让华夏人看一看我们的实力 她向来也是个火爆脾气 这次金丝小队 在这里折起沉沙 让她感觉脸上无光 所以这次不仅仅是想要完成任务 还想要痛快地发泄一下 五分钟后 X战队杀气腾腾地出现在 江南外国语培训学校 向着一号女生宿舍楼走去 两个保安刚刚过来询问 就被打晕在地 于婉路知道 最近是特殊时期 所以没有跟艾美丽等人一起出去吃饭 一个人回到寝室 孤单单地坐在床上 叶不凡走了 贺双双走了 这让她心里特别不踏实 时刻都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摸出手机 想拨打贺双双的电话聊聊天 结果对方的电话无法接通 她挂断了手机 祈祷这种日子能够早日结束 祈祷着自己的父亲能够早些归来 而就在这时 她的房门砰的一声被人撞开 一群身高体壮的黑衣人走了进来 你们是谁 你们要干什么 虽然已经猜出这些人的身份 但于婉路还是本能地问道 可刚刚把话说完 一股烟雾喷来 随后她便晕倒在床上 砍通那上前 一把将她抓起来 扛在自己的肩膀上 众人转身往外走 学校对面的一家五星级宾馆 在总统套房里面 飞银小队和穆高峰四个人 正坐在一起喝酒 秃就喝了一杯酒 脸颊通红地说道 大哥 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一天 怎么M国那些王八蛋还不来 海东青说道 别着急 也就是一两天的事 现在大家都在抢时间 金雕说道 现在时间还早 M国的人就算要动手 也要选择深夜 秃就神情傲然地说道 真希望他们能快点来 倒是给他们些厉害尝尝 教教宣元阁那些人 我们特勤局是怎么做事的 有些人总是习惯于 盲目的狂妄自大 秃就就属于这一种 似乎已经忘了几个小时前 刚被司马威打的鼻青脸肿 相比之下 穆高峰还是比较谨慎的 他说道 这次的任务是上面 极力争取来的 我们必须要小心才行 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不然的话 可就砸了我们特勤局的牌子 穆老爹 你这就是想多了 秃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有我们飞鸐三兄弟在 你就放心 只管吃瓜看戏就行了 不管他们来多少人 都有我们一并解决 几个人正在说着 穆高峰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是他安排的港哨打来的 连忙按下了接听键 接过电话后他神色一变 对几个人说道 三位老哥 M国的那些人已经来了 刚刚冲进学校抓人 还打伤了两名保安 海东清放下筷子说道 一共来了多少人 穆高峰说道 大约十六七个 金雕皱了皱眉说道 这么多人明目张胆地 冲进去抓人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突九毫不在意地说道 能有什么问题 这是我们的计策 生效了 咱们在学校里面 一个人都没安插 目的不就是为了 让他们直接动手吗 现在这些人 已经掉进了陷阱 咱们只需要收网就行了 海东清一百手 我们走 一定要把这些人抓住 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 突九兴奋地说道 在这里潜伏了那么多天 一个都没抓到 现在我们一下子 抓到十六七个 看轩辕阁的脸往哪放 说话间 几个人急匆匆地出了酒店 快速赶到了江南外国语学校 当他们来到操场的时候 刚好远远地看到 霍顿等人 带着鱼碗路 从楼里出来 X战队的人并不着急 一边走着坎通纳一边问道 队长 这个任务也太容易了一点吧 上面不是说 这里的防御力量很强吗 怎么一个人都没看到 杰拉德说道 我倒是希望他们赶快出现 好为金丝报仇 古利特说道 会不会这是华夏人布下的陷阱 霍顿说道 不用考虑那么多 现在咱们的实力足够强 就算他们有陷阱又能怎么样 谁是猎物 谁是猎人 最终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凯特说道 还是老大说的有道理 在他们看来安排的陷阱 在咱们看来 就是自投罗网 古利特叫道 队长 他们的人好像来了 他的左眼是经过特殊改造的 不断具有夜视功能 而且视力极好 远远地便看到飞鹰小队 带着特勤局的人赶了过来 霍顿说道 既然来了 那咱们就陪他们好好玩玩 这时飞鹰小队 已经带着二三十名特勤局的特工赶了过来 将X战队的人团团围住 没想到吧 这是给你们设下的圈套 突就大步向前一脸得意地说道 赶快把人给我放下 然后跪地求饶 还能保你们一条命 狂妄地划下人 霍顿对身边的小个子手下摆了摆手 你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显然没把突就放在眼里 连个小队长都没动用 直接派了一个实力最低的手下 知道了 队长 小个子说完大步走了过来 突就神色一变 显然也看出对方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找死 他一声怒吓 抬手向着小个子的胸口点去 由于之前已经定下的计划 要把这些人全部抓活口 回去打轩辕阁的脸 所以他并没有下杀手 只是想封住小个子胸口的穴道 然后抓活的 面对他的意志 小个子没有任何躲闪 相反挺着胸口迎了上来 既然你自找苦吃 那就怪不得我了 突就用足了力气 意志戳了过去 他是黄阶大圆满级别的舞者 平时练功的时候 这一指能够将砖头戳穿 如果普通人的话 一定会在胸口戳出一个血洞 所以在他看来 这一下小个子必然会身受重伤 可没想到的是 他的手指戳中小个子胸口之后 只听咔嚓一声 紧接着一阵锥心剧痛传来 竟然硬生生地将手指戳断 突就大惊失色 这是怎么回事 对方的胸口竟然比钢铁还硬 小个子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紧接着一拳向着他的胸口砸了过来 慌忙之间突就来不及躲闪 只能用另一只手也是一拳挥出 两只拳头对碰在一起 又是咔嚓一声传来 这次声音比上次还要大 小个子竟然一拳将突就的拳头打碎 啊 突就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他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的拳头竟然是金刚打造的 如果他之前能够详细地了解对手 摸清对方的底细 凭借黄街舞者的技巧和经验 完全可以找到对方的弱点 然后将对方击败 只可惜他太过狂妄自大 上来就采取硬碰硬的方式 结果接连吃了两次大亏 事情还没完 小个子一拳打爆了他的拳头之后 威势不减 又重重地砸在他的胸口上 咔嚓 又是鼓猎声传来 突就的胸口被打得大片塌陷 整个人向后倒飞而出 身在半空便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 突就掉在地上之后 又吐出几口混着内脏的鲜血 然后蹬了几下腿 就一命呜呼了 老三 飞鹰小队的三个人 情同手足 眼见着突就被对方一拳打死 海东青和金雕两个人一声怒号 一起向着小个子冲了过去 这个老家伙看起来有点意思 这个给我了 杰拉德一直想着为金丝报仇 见海东青的身手 明显高于金雕和突就 立即迎了上来 而另外一边 小个子再次跟金雕交手 金雕虽然愤怒 但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吸取刚刚突就失败的经验 不再抱有任何轻视之心 直接挥动手中的长刀 向着小个子的脑袋砍了下来 小个子作为X战队成员 深知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舞者 如果跟金雕拼速度 必然处于下风 强悍的是身体和力量 面对砍下来的长刀 他没有任何躲闪的意思 而是伸出右手 向着刀刃抓去 金雕微微一愣 不明白 对方为什么敢用自己的手掌 对抗长刀 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砍了下去 夜空中钉的一声脆响传来 长刀砍在小个子的手上 竟然发出金铁交鸣的声音 紧接着被小个子一把抓住 他这才发现 对方灵活的手臂 竟然是一只金刚打造的机械手 与此同时 小个子右手一挥 一把闪亮的短刀 向着金雕的腹部刺去 金雕长刀被对方抓住 他不想放弃 右手依旧抓住自己的刀柄 身子微微向后一退 按照正常来讲 这个距离足以躲开对方的短刀 只可惜 他还是低估了X战队这些人的厉害 小个子手中的短刀 也是高科技产品 就在金雕刚刚躲过的时候 突然暴涨了一倍有余 从最开始的一尺多长 暴涨到三尺有余 一下子便将他的小腹洞穿 而且小个子极有战斗经验 一招得手之后 毫不停留 手腕一翻 长刀顺势而上 直接将金雕从中间劈成两半 可怜的飞银小队成员 黄杰大圆满的高手 竟然连一声惨叫都没发出 就死在当场 此刻杰拉德跟海东青站在一起 相比之下达 到玄阶初期的海东青 身手更高 但杰拉德也比小个子更强 开战之后 杰拉德伸出强大的机械手 向着对方的胸口抓去 海东青微微一闪身 便躲过了这一击 随后抬腿一脚 踢在杰拉德的胸口 如果这一脚踹在其他人身上 必定是筋断骨折 但杰拉德紧紧向后退了两三步 便站稳了身形 他的胸口都是纯钢改造过的 强悍无比 根本不拒海东青的攻击 再来 这家伙被踢了一脚 却仿佛激起了斗志 挥动着钢铁铸造的拳头 再次向着海东青打了过来 海东青也明白 不能跟这种人硬碰硬 脚下一滑 躲开了这一拳 可还没等他把重心站稳 杰拉德的胸口 突然裂开一个黑乎乎的孔洞 紧接着从里面喷出一股烟雾 这也是M国最新的科研产品 高强度麻醉剂 X战队的成员实力强弱 完全由他们改造的程度来决定 像杰拉德这种小队长 用的科技手段更多 相对之下 实力也就越强 海东青之前 完全没有跟机械改造人战斗的经验 猝不及防之下 立即中招 虽然他及时屏住了呼吸 但还是吸入了那么一点点烟雾 就是这一点点 立即让他头晕目眩 整个人的反应都慢了许多 如果给他几分钟时间 自然可以用内镜 将麻醉剂逼出体外 只可惜 杰拉德丝毫不给他这个机会 紧接着 铁拳便已经来到了面前 只听扑哧一声 海东青的脑袋 硬生生地被这一拳打爆 不可一世的飞鹰小队 仅仅几分钟时间 便全部命丧当场 他们错就错在太轻敌了 以为叶不凡能够接二连三地击退对方 就觉得M国派来的人 也没什么了不起 事实上 X战队最强的 便是他们改造过的身体 只可惜 这些在叶不凡和刀娘子面前 没有体现出任何优势 刚一交手 便被切得七七八八 所以没有体现出来 但飞鹰小队的几个人 显然没有这个本事 没有作战经验 也不向叶不凡虚心请教 结果让X战队充分发挥 出了自己的优势 见自己手下人接连取得胜利 霍盾连上泛起一抹得意 大手一挥命令道 动 手 把这些人全部干掉 X战队到命令 一声大吼之后 向特勤局的人冲了过去 特勤局虽然这边人数占了一些优势 但战斗力几乎天差地别 而且 今天是来解救人质 他们带的枪支不多 仅仅有几个人带了枪 但可惜连掏枪的机会都没有 很快便全部被放倒在地 木高峰的反应还是极快的 在海东青被击杀的那一刻 便闪身躲在了一棵大树后面 这才算幸免于难 躲过一劫 解决了特勤局这些人之后 杰拉德哈哈大笑地说道 这些人也太弱了吧 还没等打过瘾呢就没了 我还以为能有一场恶战 没想到都是若基 古利特说道 这就是华夏功夫吗 多多少少有那么点意思 只可惜 在咱们X战队面前 还是不堪一击 坎通那一脸疑惑地说道 真不知道金斯那些人是怎么搞的 这么弱的对手 竟然也能把他们干掉 霍顿说道 行了 完成任务要紧 我们走吧 说完之后 他们这些人就大摇大摆地 带着于婉露离开了学校 直到他们彻底离开了 穆高峰才敢从大树后面走出来 这时他才想起 叶不凡临走时那句话 就凭这三个废物 根本就完不成任务 现在看来 这一切都是真的 只可惜为时已晚 后悔都来不及 他深吸一口气 稳定了一下心神 然后赶忙打电话 向上面汇报 特勤局的行动失败 于婉露被M国人带走 这绝对是一件大事 几分钟后 整个江南市都沸腾起来 不仅仅是江南市 就连帝都那边的大佬 也都被惊动了 特勤局那边更是鸡飞狗跳 要知道 保护于婉露的任务是 他们自己抢过来的 结果却闹出这种事情来 不但颜面丢尽 同时还要承担责任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特勤局从帝都和江南省 不停地调牌高手 只可惜 先后来了三个批次 全部死在X战队的手里 这下特勤局上面一片震怒 谁也没想到 原本以为无比简单的任务 却是如此棘手 特勤局这边最终没有办法 最终动用了特种部队 全方位火力的压制之下 终于控制住了X战队 将他们这些人 逼进了一处烂尾楼里面 但结果也只能这样了 毕竟人家手里握着人质 为了防止对方 将劫持于婉露的影像 传回M国 特勤局又在这里 设置了大范围的信号干扰 阻断了一切形式的无线通讯 就这样 一个突围不了 一个攻不进去 一时间 双方处于一种 短时间的平衡状态 M国那边 卡洛斯坐在舒适的沙发上 对对面的黑人大汉问道 X战队那边怎么样了 黑人大汉说道 根据我们最新得到的消息 霍顿那边已经得手 将目标拿到手里 不过华夏反应得太快 出动了大规模的特种部队 将他们逼进了一处烂尾楼里面 后来我们便中断了通讯联系 看来是那边进行了 强行的信号干扰 是这样啊 卡洛斯说着 拿起一根雪茄 慢慢地抽了起来 黑人大汉又说道 真是有些可惜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要是我们能够 当着于海纯的面 直接跟X战队那边视频通话 让他看到自己女儿 在我们手里 就可以跟他谈条件了 卡洛斯吐出一口烟雾说道 情况没有那么糟 现在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成果 黑人大汉诧异地说道 这恐怕做不到吧 我们现在已经中断了 所有跟X战队的信号连接 他不会相信我们的 我们做不到 华夏那边同样也做不到 卡洛斯脸上 露出一抹狡诈的笑容 我们现在就去跟于海纯谈 把情况都跟他说明了 然后帮他联系轩原格 让他要求 跟自己的女儿视频通话 你说会有什么效果 黑人大汉露出一副 恍然大悟的神情 人质在我们手里 轩原格自然无法 让他跟于婉录视频通话 等超过了规定的时间 还没有结果 到时候 于海纯就会相信我们 说的都是真的 说的没错 虽然这样并不能百分百 让他相信我们 但至少可以在他的心里 撬开一个缝隙 到时候 我们就有机会了 卡洛斯得意地笑了笑 抓紧吧 我很期待薛原格那边 会如何答复 江南市特勤大队 一个堂庄老者 站在木高峰的面前 将他骂得狗血喷头 废物 你们还能带点什么 连个女人都守不住 要不是 我后期处置及时 现在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老者 正是特勤局江南省的负责人 木高峰的老师武则 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刚刚也被上面一顿臭骂 然后急匆匆地赶到了江南市 竭尽全力地想办法补救 木高峰低着脑袋 等武则骂够了之后说道 老师 是弟子无能 您别生气了 这次确实有些意外 M国派来那些人 简直就是怪物 实在太厉害了 连飞鹰小队都抵挡不住 武则怒道 说那么多废话 有什么用 现在最主要的是 抓紧一切时间 想办法把人质救回来 这时他口袋里的手机 又响了起来 是特勤局上面打过来的 是是是 我保证完成任务 武则接过电话后 脸色变得越发的难看 木高峰问道 老师 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 M国那边的特殊部门 已经跟轩辕阁进行了联系 双方订好了晚上六点钟 让于海纯跟于婉录视频通话 所以 上面下了死命令 要求我们在六点钟 之前必须将人质解救成功 这怎么可能 现在X战队那边实力强 活力猛 我们的人根本就攻不进去 木高峰懊恼地说道 上面把这么大的麻烦抢过来 结果现在 又逼着我们 做这作那 武则说道 说那么多废话都没用 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 如果完不成任务 我们都得滚蛋 这 木高峰顿时哑口无言 无论他也好 武则也罢 这些年仰仗着特勤局的特殊地位 做了很多事情 也树立了很多敌人 现在他们在这个位置 坐着还没什么 一旦被特勤局赶出去就麻烦了 不但丢掉了现有的权势和地位 恐怕连小命都搞没了 现在抱怨是没用的 抓紧想办法 想办法懂不懂 只要能将人质救出来 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武则懊恼 被叫道 你是江南市的负责人 对这里的情况最熟悉 好好想想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将鱼碗路接回来 有什么人能帮忙 可是 能想的办法都已经想了 木高峰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 老师 或许有一个人有办法 武则眼前一亮 问道 是谁 快说出来 我们马上去请人 叶不凡 木高峰说道 在我们特勤局接手之前 一直都是他来保护鱼碗路的 而那时候 M国接连采取了两次行动 都没有任何效果 所以我猜 这小子一定有什么 对付X战队的特殊办法 他从内心当中 讨厌和记恨叶不凡 但又不得不承认 对方确实比自己有本事的多 武则说道 你说的是那个小医生吗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 叶不凡一无所知 第二天早上 吃过早餐之后 给伍天夕打了个电话 将大江会的事情 简单地做了个说明 告诉他 不用再准备擂台赛了 听说丽红英所带来 大江会的人 已经被全部剿灭 伍天夕欣喜若狂 江南武道协会 算是度过了一劫 叶不凡刚刚挂断的电话 手机还没等放在桌上 便又响了起来 电话是江南外语 培训学校校长张云秀打来的 由于昨晚于晚路 被绑架的事情 他连夜便赶到了学校 结果这件事情还没解决 唐明等人越闹越凶 直接将全校 所有教室的玻璃砸了个遍 包括校长事 都未能幸免于难 要求很简单 就是把叶不凡 请回学校上课 事情闹得这么大 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 学校的范围之内 连上面都开始过问 张云秀感觉自己 都要崩溃了 这么大的压力 完全就扛不住 对于五班这些大魔王们 唯一能够压住他们的 只有叶不凡 无奈之下 只能拨打了这个电话 叶老师 我是张云秀 想请您回来 继续担任两年五班的班主任 不好意思 我没时间 说完之后 叶不凡直接便挂断了手机 自己离开学校的时候 张云秀的态度 已经说明了一切 现在被闹得不行了 又要请自己回去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叶不凡脸上 闪过一抹怒意